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皇后非常的担心她 她担心国王到处找东西吃 就把食物都藏起来 你看藏到了哪里去 藏到了书柜里 藏到了石钟里 藏到了桌子下 还藏到了低毯下 还有灯里 还有什么呀 画框后面 王后也担心国王受不下来 所以每天陪着国王做运动 打羽毛球 跳绳 一 二 一 二 她觉得好累 好累哦 她天天紧张兮兮 又忙又累 很多时候一点也不想吃东西 有时候只吃一小口蛋糕 就上床睡觉了 日子久了 连好吃的东西也不想吃了 大家都说 我们的皇后太瘦了 不对不对 是太瘦 太瘦了 皇后越吃越伤 越来越瘦 有一天居然昏倒了 快找医生来 国王急着下命令 医生说 皇后的身体不健康 这样下去不得了 国王很担心地说 大家快想想办法呀 厨师说 皇后平时只吃自己喜欢的食物 有些食物碰都不碰 而且啊 而且啊 最近吃的太少了 医生说 每种食物都要吃 营养均衡才会健康 而且皇后的心情要放松 累的时候要休息 公主说 好久都没有听到 妈咪唱歌了 妈咪说过 唱歌和种花的时候 心情最放松 国王说 国王说 都是我让皇后担心 以后我不会再乱吃东西了 我少吃 皇后多吃一点 大家觉得 这些方法都很好 国王决定马上就找着去做 厨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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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味又营养的食物 给国王和皇后吃 公主和皇后一起唱歌 种花 皇后累了 就去休息 大成呱师 full 大城陪着国王做运动 皇后在旁边看 Во后有时候帮忙喊 加油 加油 国王拿出口袋里藏的零食 不再让皇后担心 有时候皇后和国王手牵着手散步 看天边的夕阳 皇后不再紧张兮兮 又忙又累 加上天天吃营养均衡的食物 终于胖了起来 从此以后大家都说 我们的皇后又美丽又健康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说皇后通过轻松幽默的故事 提醒小朋友们要注意营养均衡 常常要运动保持生性的健康 过胖不好 过瘦也不好 除了精彩的故事之外呢 还有特殊的翻页的小机关的设计 你看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让孩子们可以在寻找和猜测之中享受阅读的兴趣 感兴趣的家长和读者可在视频贴子的链接里购买不大有联书局翻阅 有联书局还有此系列的另外一本绘本叫做胖国王 非常适合亲自共读 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此外呢 我手上这一本是由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出版的九岁前已读的一百本会本的推荐手册 胖国王和寿皇后啊也被收录其中 作为推荐的亏本 推荐给家长和小朋友们 所以啊 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们大有联书局免费领取一份设策 让孩子们开始阅读华文汇本 就从今天开始吧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官方账户哦 欢迎转发点赞和评论 如果您有我想要讲的绘本 欢迎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